作为金卷太子爷 我却爱上了一个贫民窟女孩 我散尽家财助她创业 被绑架都不敢打扰她 从绑匪手中逃跑后 我满心欢喜地去找她 却碰见她被我曾经帮助过的男孩搂着 在她姐妹面前对我冷嘲热讽 她被绑了也好 摸摸她浑身的坏毛病 傲气地要命 她的姐妹们陪笑着 劝她别太招摇 柳如烟却笑了 语气中充满了得意和自信 不可能 继称她离不开我 说完 她继续躲在男人怀里 你浓我浓 我垂眸看向身旁满眼爱意的女人 火速领证结婚 再见时 柳如烟看着我手里的孕检报告 眼眶心红 继称 谁允许你让别的女人怀孕的 去找柳如烟的路上 我被绑架了 对方向她索要了五十万宝石金 给了她三天时间筹钱 柳如烟曾经只是个没有背景的贫民窟女孩 而我是人人艳羡的金卷太子爷 这段关系的悬殊 让柳如烟很没有安全感 为了我们的未来 也为了让她过得更好 我毅然和家里人决裂 我花光了所有的钱 便卖了自己曾经最爱的跑车手表 只为资助她创业 柳如烟没有辜负我的期望 事业有成 柳如烟为了工作已经很忙了 我不想因为被绑架的事 扰了她的心思 所以被绑架的第二天晚上 我趁绑匪熟睡 偷偷割断绳子逃跑 山里的夜晚很冷 我怕被绑匪发现 只好赤着脚往深山里跑 翻过这座山 我就能见到我的爱人了 在确认自己已经安全后 我给柳如烟发信息 手激动地颤着 小烟 我逃出来了 我马上就能见你了 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害怕 算了 我好想见你啊 我有好多话想和柳如烟说 我现在只想和她见面 和她拥抱 告诉她我爱她 几个电话打过去 她都没有接 但是我了解柳如烟 这个时间 她肯定在为项目忙前忙后 她是个对团队负责的人 绝不会因为私生活 干预到工作 等她空闲下来 会第一时间回复我的电话 对于太晚回复消息 她也会耐心地向我解释 哄着我给我道歉 我从来不会抱怨她工作太忙 因为我清楚和她之间的爱情 有多么坎坷 我和柳如烟携手 走过了最艰难的那段日子 我坚信 未来的我们只会更幸福 不知跑了多久 我终于见到了人影 大概是哪位富家少爷轻声 沙滩旁 停着一辆看似昂贵的游艇 我这是有救了 我心下一动 鼓足了劲往沙滩跑 人群的样貌和声音 也愈发清晰 小烟这回大手笔啊 给周怀锦买的这游艇 怕是有七百万了吧 周怀锦这身材 真是绝了 周怀锦搂着柳如烟的腰热物 两个人的身体粘在一起 密不可分 一舞结束 柳如烟坐在周怀锦的怀里 脸上是桀骜的笑 且 我像是这点钱都拿不出来的人嘛 这游艇是我花了五千万买来 给怀锦庆生的 我的双腿像是灌了签 愣在原地动弹不得 五千万的游艇 大手一挥就给 五十万的保湿巾 为什么迟迟不给呢 有人给柳如烟点了一口烟 小烟有什么好担心的 姐夫那样的太子烟 不多还是听你的 柳如烟猛吸了一口烟 点点头 也是 不过继承那男人是真无趣 跟块石头一样 冷冰冰的 成天端着 有人开玩笑道 多无趣 周哥展开说说呗 柳如烟抬了抬下巴 声音中带着点笑意 想知道 你自己去试试不就行了 我在一旁的树丛里 隐溢着身形 看着柳如烟的方向 手不自觉地紧握着 第二章 烟姐 你这样大张旗鼓地 给周怀景庆生 被姐夫知道了怎么办啊 柳如烟一听这话 失笑出声 满脸写着无所谓 那又怎样 我就是故意不交保时金的 她这怪脾气就该磨磨 天天对我管着管那的 柳如烟在她姐妹的簇拥下 笑得得意 我却手脚冰凉 看着她只觉得陌生 原来她是知道保时金的 原来她对我一直都这么的不满意 心里的痛感愈发强烈 柳如烟还没有发现我 接着说出的话 更是让我心思 继承除了长相帅气 一无是处 也就带出去有点面子 否则她倒贴 我都不要哈哈 她姐妹拉着她 像是劝她低声些 柳如烟却灌了一口酒 笑容得意 不可能 她就像我的一条狗 甩都甩不掉 对我死心塌地的 我再也听不下去 深呼吸挪动着脚步 朝柳如烟走去 四周的调笑声 刺痛着我的耳朵 柳如烟未能察觉到我的脚步 自顾自地说着 等我开了公司呀 就拿点钱把鸡铲给打发了 再嫁给怀景 好 小烟威武 我们等着喝你和周怀景的喜酒 柳如烟得意地搂过身旁的周怀景 狠狠地往她脸上亲了一口 身后的人们起哄着 画面田的逆人 站在游艇旁的他们 活像是一对情侣 可惜有一个是我的女友 等她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我刚好走到他们身后 看着他们眉飞色舞地庆祝着 我叹了口气 看向她的眼神中有些复杂 最终还是轻轻地喊了一句 柳如烟 现场的声音戛然而止 刚刚说话的人试图解释 姐夫 刚刚 都是玩笑话 我站在原地 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柳如烟 柳如烟的笑容 在看到我的那颗军裂 随后促起了眉头看我 你不是被绑架了吗 怎么也不给我发个信息就过来了 她撒开了搭在周怀景腰上的手 眼神虽说有些慌乱 但语气依旧平静 我只觉得好笑 这么多天对她的担心 思念都化为乌有 原来这一切都是她精心筹划的谎言 原来她是个如此优秀的演员 我给你发过信息也打过电话 但你好像忙着给周先生庆生 忘了我的存在 我偏向她身旁的周怀景 她瞬间像瘦了惊的小兔 惊慌失措的王柳如烟身后躲 我挑了挑眉 她这副绿茶的样子倒是符合我对她的印象 周先生 好久不见 你对救命恩人的报答倒是蛮新颖啊 周怀景是我和柳如烟的公司刚有起色时认识的人 那会的她还是个大学生 被人灌醉了酒摔倒在马路边上 被我们好心送回了学校 之后她总是以报答我们的名义 约我和柳如烟见面 也许早在那时 柳如烟就悄悄看上了这个善解人意的男人了吧 柳如烟看着周怀景楚楚可怜的模样 满脸烦躁地看着我 她不像你从没吃过苦 更何况她是我助理 过个生日送点礼物怎么了 别想太多行不行 我抬眸望向柳如烟 只觉得曾经相爱的恋人此刻变得陌生 陪着她打拼的这三年 我给她洗衣做饭 在工作和生活上为她忙前忙后 吃了不少苦 这些东西 都是我在济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现在她说我没吃过苦 良心不会痛吗 我深吸一口气 将眼泪硬生生憋了回去 直直地盯着柳如烟 好啊 我不多想 或许是我的语气太过平淡 柳如烟他们听了后松了口气 脸色可见得好看了些 我低声笑着 他们还真以为 我非柳如烟不可了 柳如烟笑着走向我 我知道她马上就要像从前一样哄我了 连画术都是一样的 我俯上她的脸 弯了弯嘴角 她见我像是消气了的样子 满眼得意 但是这次怕是要让她失望了 第三章 啪 甩了柳如烟一巴掌之后 我感觉整个人都舒坦了 我退后了几步 她好像还没从被我甩巴掌中反应过来 呆滞地看着我 你们很配 祝你们幸福 有人伸手来 我 姐夫 你消消气 小烟和我们开玩笑呢 不远处的广告牌下 蹲着一个醒起的人 我笑着指向她 迎面对上柳如烟恶狠狠的眼神 我宁愿娶了她 也不愿待在你身边 看你这富丽人做我的嘴脸 我们结束了 柳如烟顺着我手指的方向 看得却是广告牌上的人物 看我的眼神像是看傻子 继承 你别太自不量力 还敢笑想凌渊 你知道她是谁吗 好了 小烟妹妹 别这么说怀景哥 万一人家有这个人脉呢 我们回家吧 周怀景拽着柳如烟的袖子哄着 她见不得周怀景委屈的样子 瞪了我一眼 就拉着周怀景走了 周怀景走之前 回头看着我 挑衅般冲着我扬了扬嘴角 我有些无语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柳如烟和周怀景 还蛮般配的 林渊是金龙界的名人 也是柳如烟的偶像 她该不会觉得 我故意恶心她的吧 我撇撇嘴不再去想 看着自己赤裸着的双脚 觉得有点可笑 自己拼了命逃出来 却发现女友有了新的男朋友 好戏剧啊 我低着头漫无目的地走着 天色也暗起来了 接着很应景地下起了雨 这些天的委屈 在下雨的那刻全盘瓦解 为着街边的广告牌蹲下 乌叶着哭出了声 片刻 我头顶上的雨停了下来 我冷冷地抬起头 发现一个女人正给我打着伞 那人笑得温和 同样是蹲姿 却比我看起来更娇贵 她见我看过来 目光落在我的脸上 毫不掩饰的目光 看到我双脚发热 紧接着 我听见了她如江南缠绵的风 那般清甜的嗓音 好 我坐在凌渊的副驾驶上 有些拘谨地看着她 明明上一秒还在大放厥词 说要娶人家 下一秒就被她看到了狼狈的模样 你刚刚说好 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吗 凌渊点头对上我的视线 嘴角勾出一个好看的弧度 她五官生得极好 深刻却并不凌厉 尽管穿着一身纯黑色的吊带裙 却依旧流露出不凡的气质 按理来说 凌渊身边不缺男人 怎么会这么凑巧 和见过一面的人说结婚 凌小姐 我之前是开玩笑的 你也是和我开玩笑吧 凌渊灼热的呼吸 喷洒在我耳后 我从来不开玩笑 我需要一位先生 作为交换 我会让那些曾经欺负过你的人 付出代价 欺负过我的人 是指周怀景和柳如烟吗 凌渊真诚的语气 不像是在开玩笑 提出的条件也很诱人 但我还是有些犹豫 可是像我这样的人 季先生 不要妄自菲薄 你很优秀 与我们当互对 是某些人有眼无珠了 未说完的话被凌渊打断 我有些微愣 自嘲着低下了头 我离开了柳如烟 我应该庆幸 配不上我的是他 但是我已经和家里决恋 现在的我什么都不是 我在心底唾骂自己 一时没控制住流下了眼泪 凌渊眼疾手快地给我递指惊 对上他紧张的眼神 我的心忽然就漏了一拍 凌渊真的很好看 眉目如画 或许是车里的气氛太暧昧 鬼灭了心窍 又或许是真的想跟随自己的心走一次 我昂着头 揪着凌渊的衣领 将自己凑了上去 原本只是一个蜻蜓点水的吻 可我的眼神控制不住地疏然暗下 不等他反应过来 我已经将他从车里打横抱起 总统套房内 我将凌渊抵在门上 一手护着他的头 另一只手揽着他的腰 越吻越深 他的呼吸炙热 强烈地令我心颤 凌渊有些站不稳 手下意识地搭在我的肩上借力 这个动作愈发刺激了我 猛地将凌渊抱了起来 醉意乱情迷时 凌渊却忽然退开 我能感觉他的喘息很重 可他却克制着 抬着头认真看我 继承 想好了吗 像是我意识不清的错觉一样 凌渊眼中浮现深沉温柔的爱恋 像一团燃烧的火焰 凌渊 我紧紧地攥着他的衣服 喊他的名字 凌渊愣愣地看了我好一会儿 唇边忽然样起一抹浅笑 我呆呆地看着他的笑 试了神 下一刻 他的衣服下摆被我掀起 凌渊重新抬着头来吻我 他的指尖微凉 弄得我心肩上都在痒 我被他吻得头晕目眩 神这也不清明 我强硬地和凌渊十指紧扣 我们的心跳像是一个个音符 一起低沉 一起跳跃 最后 我连凌渊是怎样睡过去的都不知道 自然也没有听到凌渊那句 我等了这么多年 终于得偿所愿 没白等凌晨三点 我的手机弹出一条信息 姐夫 您在哪呢 小燕一直在找你 凌渊看了一眼熟睡的我 毫不犹豫地点了删除 然后将我抱得更紧了些 第四章 此日 浑身酸痛的凌渊比我更早醒来 凌渊撑着头坐在床边看着我 见我醒来 他笑意盎然地牵着我 生意场上叱咤风云的凌渊 此刻像只小猫 乖巧的样子倒是可爱 衣服给你准备好了 可以起来了 今天休息半天 下午我们就去领针好不好 他的眼里闪烁着星光 语气明明很温柔 却感觉有些祈求的意味 堂堂林氏总裁 该不会怕我提起裤子不认人吧 想到这里 我扑刺一下笑出了声 手不自觉地揉了揉他的头发 好 都听你的 他似乎是没想到我会有这个动作 愣在原地不吭声 我也觉得有些过了 暗自懊恼着 准备收回手 林渊却将我的手抓住 重新放到自己头上揉了一把 我现在是季太太 你想对我怎么样都可以 我的脸刷得一下就红了 不再去看林渊那张笑意艳艳的脸 林渊和我想象中的倒是不一样 聊人的很 不过 我不讨厌 反倒很喜欢 我刚换好衣服 钉 门铃响了 打开门 看到来人 我开口就是委屈 爸爸 妈妈 走上前 妈妈便牵上了我的手 上下打量 眼含泪花 孩子 你瘦了 而爸爸则是转过头 抹泪水 我注意到了 爸爸白了大半的头发 妈妈眼角新增的皱纹 我心口轻轻咯噔了一下 我沉默了几秒 突然给他们跪下 爸妈 我错了 我不该和柳如烟在一起 更不该和你们断绝关系 妈妈满脸心疼 拉我起来 抱着我安慰 孩子 我们不怪你 我们来接你回家 我看到爸爸眼眶打转的泪 我的眼泪止不住落下 他们都是一起风发的大人物 而从小被他们小心呵护 细心栽培的我 却伤了他们的心 现在他们不计前嫌 要来接我回家 还告诉我 我依旧是那个幸福的小孩 而为我做这些的是凌渊 他说两个人在一起 要得到父母的祝福 爸爸妈妈 一直是我最坚强的后盾 他们对凌渊这个儿媳 也非常满意 下午两点 凌渊开车 带着我来到民政局 办理结婚手续 一切都很顺利 没过多久 我就拿到了属于我和凌渊的结婚证 我居然结婚了 而且还是和你爱 我呆呆地看着结婚证 凌渊将我抱住 语气里是藏不住的欣喜 对啊 委屈季先生娶了我咯 不 我只是觉得从前的你 像繁星 是渴望不可及的 我连忙摆摆手 像凌渊这样的人 是我从前不敢肖想的 如今他却变成了我的枕边人 多多少少 还是有些飘飘然的 那你怎么就那么确定 你对我来说不是凡心吗 他忽然垂眸看我 眼里流露着温柔 将我懒得更紧了些 我心下一动 难道我和凌渊不是第一次见面吗 凌渊却没能回答我 只是笑着牵住我的手回了家 第五章 半个月后 凌渊带我参加一场晚宴 一是为了向众人介绍我这个凌家女婿 二是为了拉拢合作 其中柳如烟也被邀请在内 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明白了凌渊的心思 参加晚宴是假 恶性柳如烟才是她的目的吧 今夜繁星满天 凌渊挽着我的手 挂着得体的笑容出现在宴会上 来宾被我和凌渊的身影吸引住 轻声细语地议论着我们 凌总还是第一次带男伴出席宴会呢 那位先生什么来头啊 你傻啊 人家是既是太子爷 看凌总的眼神应该是喜欢那位 我被看得不好意思 偷偷地捏了捏了凌渊的手臂 示意她走快些 她却笑了 笑容温柔明朗 将我捏着她手臂的手牵住 以后这种场面还很多 阿琛得多加练习 晚宴上一切顺利 柳如烟带着我陪她一起谈合作 魏记事也拉了一波资源 我看着身旁谈笑风声的凌渊 感叹自己的好运 如果当时遇到的不是她 我也许只会因为柳如烟的事 坏记事的名声 他们聊得太过商业化 我听多了只觉得烦闷 我向凌渊打了声招呼 便找了个理由走开 露台的空气清新 我靠着扶手品着红酒 享受着这片刻舒心 继琛 你怎么也在这 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 我不自觉地醋眉 回头看看来人 柳如烟摇曳着酒杯 望向我的眼神中充满唏嘘 看来你现在过得也不怎么样嘛 要不然你向我道个歉 我大度点给你一次机会 柳如烟的脸皮 还真是跟着年龄长 我默默地朝她翻了个白眼 转身离开 她见我不搭理她 怒气冲冲地吼着我的名字 拽住了我 你别给脸不要脸 平常人连见我一面的机会都没有 一些艳客 被我们这边的动静吸引 柳如烟不知是看见了谁 羡慕般走了过去 我揉了揉发汤的手腕 看着柳如烟朝凌渊的方向走去 林总 我这有个项目 你看能不能考虑一下 柳如烟的脸色一如既往的自信 仿佛这次的合作实在必得 凌渊本是促紧了眉头 不知想到了什么 嘴角微微上扬 合作可以 不过 我需要参考一下我先生的意见 柳如烟听见 自信的笑容更甚 点着头朝凌渊谄媚 那是自然 不知是哪家少爷能有幸成为您的先生 凌渊没有回答 看向我的方向 唇角勾起 众人随着他的视线一同朝我这边看来 凌渊的声音唯唯动听 不 是我有幸能成为他的夫人 我被他逗得红了脸 撇开头不看他 这人真是 晚上说说就算了 大庭广众之下 还说这种话 柳如烟届时追问着凌渊 满脸的是在必得 不知那位是谁 我也好和您的先生聊聊合作 凌渊敏纯笑着向我走来 牵住了我的手 我的先生是阿琛 你要谈合作的话 问问他的意见吧 柳如烟的脸色顿时变得惨白 一时间顿在原地 我抬眸望着凌渊 他正巧也看着我 眼神加着几分柔情 有人撑腰的感觉 还真好 第六章 最终柳如烟没能如愿 同凌渊谈成合作 反而在业界坏了名声 毕竟他对凌渊的先生 拉拉扯扯 是众人都看在眼里的 凌渊自然也不会放过他 晚宴即将结束 我在洗手间碰到了垂泪的周怀景 我皱着眉 最终还是向他递了包纸巾 周怀景接过后才发觉是我 脸色顿时变得难看 将手里的纸巾甩在我身上 你装什么好心人 攀上高枝有什么了不起 要不是你 小燕妹妹不可能凶我 我被他骂得一头雾水 满脑子只觉得这个男人有病 这是生活不如意 再嫉妒我过得比他们好 脑子不好就去看病 你们俩的烂事 我压根就不想知道 听着都觉得脏 他的脸气得通红 扬起手就想要打我 却被我一把抓住 甩到一旁 当初我就该让他们 把你永远留在山里 把你早点给毁掉 他已在墙边 喘着粗气骂我 听到这句话 我不自觉地皱了皱眉 周怀景的意思是 我当初被绑架 并不是意外 别的我都能忍 但在大山里逃跑的那段日子 实在难受 想想都令人窒息 我看着周怀景 手臂因为太过生气 微抖着 明明当时是我救了他 我不求他报答 他倒好 抢了我的女朋友 还想毁掉我 我一把拽住周怀景的衣领 往他脸上狠狠打了两下 仍不解气 继琛 你在干什么 你这个疯子 柳如烟不知从哪蹦出来 一把将我扯开 将周怀景护在身后 周怀景扶上自己的脸庞 瞬间眼含泪水 带着哭腔向他诉苦 我也不知道哪句话得罪了季先生 他肯定不是故意想打我的 小燕妹妹 我不疼 我抱胸看着周怀景精湛的演技 顿时感到无比厌恶 这人怎么还有两幅面孔 你在装我还打 难道故人绑架我的不是你吗 柳如烟看着我 眼里充满怒意 够了 是怀景绑了你又怎么样 他才是我最爱的人 我挑眉俯视着他们 如果换做是从前 我也许会因为他这段话 委屈得红了眼眶 但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爱来爱去太没意思了 我无所谓啊 你现在浑身上下 最令我感兴趣的 就是我曾经花在你身上的钱 我会一点一点全部拿回来 而你会一点点回到土里 变回垃圾 说完 我不懈地看着柳如烟 他的脸色阴沉 我看着比刚刚舒服多了 属于我的东西 还是得全部拿回来才好 届时的他们 还会这样填密吗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看柳如烟求饶的模样了 走廊里 林渊靠在墙边 似乎早就在那 等着我的到来 你怎么没有来美救英雄啊 我撇了撇嘴 不满地戳戳记撑的额头 他拉着我的手 温身哄着我 因为我知道 阿琛自己解决会更开心 林渊总能拿捏到我的心思 他的回答显然取悦到了我 我勾着唇浅笑 越看他越满意 轻轻地在他唇上印下一吻 他似乎还觉得不够 想要再吻回来 我却用手遮住了他的唇 林小姐 有些事情还是等回家再继续吧 那不如现在就回去好了 第七章 我一把将林渊抱起 不过他的阻挠 一路走到停车场 将他放到副驾驶上 一路畅通 我把林渊带回了架 今夜的我有些着急 刚到玄关处 我就迫不及待地吻上了林渊 慢 慢一点 阿琛 他企图求饶 我的动作却愈发快速 一边吻着他的耳朵 一边说着情话 那怎么办 小渊 我控制不住 长夜慢慢 我当真像自己说的那样 一发不可收拾 直到林渊被我折腾得失去意识 我才恋恋不舍地放过他 夜间 我迷离呼呼快要睡觉的时候 林渊在我额上印下一吻 语气轻柔 还好 我的阿琛终于是我的了 柳如烟没了我的资助 又得罪了林渊 公司一天不如一天了 此刻的我就坐在林渊身旁 听着他的下属 向他汇报工作 林总 柳如烟快要谈成的那的项目 我们已经成功抢过来了 好 蹲着他 如果有要谈成的 全抢过来 林渊这副样子在我眼里 像极了一只炸毛的小猫 宣示着自己的主权 我们林总这是在帮我报仇吗 我把玩着他的发丝 言语中有些欣喜 如果是柳如烟的话 从来不会为我出头的 他只会让我忍着 让我懂事 报仇的话 当然是让阿琛自己来比较好玩 我只是单纯看不惯他 我唇角情不自禁地弯起 心下一片柔软 林渊对我是真情实义 比柳如烟要好上一万倍 林渊今天要加班到很晚 只好派人先将我送回去 别墅门口 柳如烟站在路边 嘴里叼着一根烟 落魄得像个乞丐 怎么 柳小姐不去陪你的周怀景 来我这有何贵干啊 柳如烟听着我的话 促紧了眉头 却还是忍不住叹气 语气有些卑微 你现在都过这么好了 放过我行吗 我不如林渊那样有手段 只想求个安稳 我吃笑着上下打亮着眼前狼狈的女人 真是不知道当初自己怎么看上她的 真是烂泥腹部上墙 这才哪到哪啊 我还没把财产收回呢 柳如烟闻言脸色一白 似乎是没想到我会这样狠心 她亮腔着向我走来 我醋没退后 她只好站在那求我 当时是我对不起你 但周怀景和你不一样 她不能没有我 那你和她百年好合呗 别再来打扰我了 柳如烟咬着唇脸色阴沉 见我还是不让步 一把拽住我的手 我正想挣扎 她却猛地将我推到地上 九厘米的高跟踩向我的胸前 如果你执意不放过我 那可就别怪我了 我皱着眉 身上疼得厉害 但好在从前学过防身术 抬脚踹向她的腿 站起身远离她 柳如烟被我踹疼了 捂着小腿直骂我 眼神中充满怒意 给你脸了是不是 还敢踹我 她一拳一拐地准备扑过来 而我就站在她对面 笑得脚下 在她即将靠近我的那一刻 凌渊拽着她的头发 扇了她一巴掌 你感动阿琛试试 第八章 柳如烟看见凌渊的那刻 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或许对她来说 凌渊才是更可怕的那个吧 凌渊扑入我的怀中 仔细地打量着我 生怕我出了什么意外 确保我无恙之后 她脸色阴沉地看着柳如烟 柳小姐 如果再让我发现一次 你的公司和你自己 可都保不住了 柳如烟只好咬着牙点头 看着凌渊将我带走 回到家后 凌渊才回复那副温柔小意的模样 阿琛 是我不小心让别人有了可乘之机 以后我一定会一直待在你身边 我点了点头 伸手抱住了凌渊 几个月的相处 让我已经足够地了解凌渊 知道她这是在担心我 但是看来柳如烟还是不老实 我也该收回我的东西了 最近我都在济世 忙上忙下 有些忽略了凌渊 她从不向我抱怨 甚至有些心疼我 每天都变着法子给我做饭 凌渊说她守女德 老公就不会跑 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 我将柳如烟吞并财产的证据 全都找出来了 下次和柳如烟见面 就怕是在打官司了 我将那些材料整理完毕 并向法院起诉柳如烟 最终我胜诉了 柳如烟退还了我和她恋爱期间 所有属于我的财产 直到那时我才发现 当时她给周怀景轻生花的钱 也是我的 柳如烟 你真恶心 不过再也恶心不到我了 祝你和周怀景长长久久 我嘲讽地看着她的脸 心情大好 柳如烟大概是还没能接受打击 冷冷地像木头 她和周怀景可一定要百年好合 相互折磨才好 毕竟 我很想看看如果柳如烟变回穷人 周怀景还爱不爱她 正离开法院 柳如烟又叫住了我 我醋眉不想回应 但最终还是回了头 继琛 我现在好像有点后悔了 后悔了 我看你是没钱了 你爱的不是我 是我的钱吧 说完 我不想再同她纠缠下去 瞥了她一眼就上了车 回家后 为了安抚最近被我冷落的凌渊 我主动吻上了她 最近辛苦了 今天我补偿你 就这一句话 点燃了一个月为开婚的我和凌渊两人 等次凌渊醒来的时候 已经临近中午了 看着我为凌渊准备好的一大桌子菜 她却怎么都觉得没食欲 勉强吃了几口之后 凌渊胃里一阵翻腾 忽然捂着嘴跑去厕所 小渊 你这是怎么了 要不去我们医院看看吧 的确是难受的厉害 一向要强的她强撑着疲惫的身体 点头同意 中心医院里 我握着凌渊的手 看向医生的眼神都有些慌乱 医生 我夫人这是怎么了 小姑娘怀孕两个月了 恭喜啊 第九章 我文言脸上喜色难掩 站起身来捧着凌渊的脸清了好几下 平时我也算严肃 在此刻变得有些小孩子气 激动的呢喃着 我当爸爸了 我们有一个孩子了 我俯上凌渊的脸颊 语气郑重又真诚 谢谢你小渊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世界里 我爱你 这是我第一次在凌渊面前说到爱 她有些羞涩 低着头不敢看我 相处了这么久 凌渊对我的关心和爱我都能感受到 她的心情大概也和我一样吧 阿琛 我也爱你 凌渊捧着我的脸 眼中流露的爱意仿佛要溢出来了 她抬头 轻轻地在我唇上印下一个吻 如蜻蜓点水一般 但我能感受得到 这个吻中包含着的 凌渊对我的爱意 运检结果出来之后 凌渊又接着做别的检查 我一直在门外等着她 凌渊做检查的间隙 我捧着她的运检报告 在走廊百无聊赖地闲逛着 却迎面碰到了熟悉的面孔 是柳如烟 继尘 你怎么在这 你生病了吗 她语气有些焦急 听得我有些厌烦 明明都是前任关系了 还来搭话做什么 见我不回答 她又自顾自地解释着 我是陪周怀景来看病的 她老生病 花了我一大笔钱 柳如烟自理行间 充满着对周怀景的嫌弃 仿佛周怀景就是她的累赘 我皱着没开始打量她 才发现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女 变得颓飞不已 我是来 你让凌渊怀孕了 我们几乎同时说出口 柳如烟的眼眶瞬间变得心红 继尘 凌渊怀了你的孩子 你们不是假结婚吗 我猝着没看她 对她说出的话很不满 什么假结婚 我和凌渊怎么也算是两厢情愿吧 不会说话就别说 我和小渊从结婚到现在 一直很恩爱 谁造谣我 柳如烟瞬间哑口无言 自嘲般低着头笑了笑 我准备离开时 她又忽然抬头看着我 眼里的泪滑落下来 如果我说我是真的后悔了 你能不能回到我身边 柳如烟 你在说什么 周怀景忽然从角落里跑出来 红着眼眶甩了柳如烟一巴掌 柳如烟皱着眉 又甩了周怀景一巴掌 两个人在医院大喊大叫 直至保安把他们拉走 这场闹剧看到我头疼 凌渊从身后牵住我的手 撒娇般摇了摇 怎么了夫人 想回家了吗 嗯 凌渊扑到我的怀里蹭了蹭 我紧紧地抱着她 在凌渊怀孕五个月的时候 听说柳如烟也怀孕了 柳如烟本来不想嫁给周怀景 但怀孕的事人静皆知 没办法只好嫁给周怀景 那场婚礼 她也邀请了我和凌渊 她的婚礼有什么好趣的 难道去看她俩笑话吗 凌渊撇着嘴看我 像是只生气的小猫 我揉了揉她的头发 哄着她答应 当然是了 你确定不去看吗 有好戏哦 第十章 最终凌渊还是放心不下我 和我一起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柳家嫁女 邀请了很多人 我环顾四周 眼神定在柳如烟的身上 这出好戏 即将上演了 婚礼进行时 一切正常 直到新郎新娘宣誓时 幕布忽然投出周怀景的脸 有他高中霸凌同学的 故意勾引有夫之妇的 还有他故人绑架我的 最后的最后 是三个月前的录音 周怀景越来越得柳如烟喜欢 也不再装了 于是他故人黑了柳如烟的电脑 准备在财务上动手脚 卷钱跑路 所以周怀景从头到尾 都是为了柳如烟的钱 也从来没有爱过柳如烟 周怀景 你个贱人 你怎么不去死 柳如烟脸色阴沉 死死地掐着周怀景的脖子 台下的来宾乱作一团 看着这出好戏 争斗之中 柳如烟用桌上的酒瓶 砸向周怀景 他慢慢失去了知觉 警察将他带走时 柳如烟无措地看着我 眼泪滑落下来 阿琛 对不起 我撇开头不看他 牵住了凌渊的手 他原本有些落寞的眼神 瞬间明亮了起来 闪烁着星光 走吧 阿琛 我们回家 嗯 回家 凌渊翻外 如果没有继称 我的人生就像一滩死水 机家世代从商 我也听说过那位惹人艳羡的机家太子爷 他和我不同 我是泥潭里爬出来的臭虫 他是生来就明媚的骄养 高一我转学到他的学校后 我第一次和他有了交集 小巷里总有混混和坏学生欺负新面孔 可惜我就是那个被欺负的可怜虫 那天晚上好冷 我想 要是能在这里长眠也不错 你们在干嘛 我报警了 一道低沉的声音从巷口传来 我瞥见了继称 瞥见了那女光 同学 你没事吧 你是一年三班的吧 我见过你 我不是坏人 他噼里啪啦说了好多 我没有听清 只觉得他好好看 我抬眸望向天空 那天晚上的星星很多 像继称的眼睛一样亮亮的 好像活着也挺好的 后来继称把我送到警局 千叮咛万主妇后回了家 我就是从那天起 发誓要嫁给他的 但命运作弄 在我遇到他之后不久 爸妈就让我出国 让我历练一番 我没有权利 也没有理由拒绝 因为我想要靠近他 自己也要变优秀 国外一待就是八年 继称身边有了个癞蛤蟆 我以为自己再也没有机会接近他了 直到他指着广告牌说想娶我 喜悦的滋味充斥着我的心 我一路跟着继称 发现他蹲在街角窟 我在他对面蹲下 将伞偏向他 满脑子都是继称指着广告牌的动作 而他愣住了 我低声笑了 目光炯炯地看着继称 好 我愿意嫁给继称 哪怕他此时并不爱我 我对他说 我会帮助他 让曾经欺负他的人都付出代价 条件很诱人 但我还是害怕他拒绝 可是我这样的人 我皱着眉打断了他的话 继称是我心中最好的男人 是我的烦心 为什么是继称呢 或许从那个小巷的夜晚 我就认定是他了 继称沉默了很久 最终笑着点头 纳柳小姐 请多指教了 虽然历经千辛万苦 但我还是找回我的阿琛了 往日不可追 来日一方长 前路亦灿烂 全文完